马上带一关心到金华城案最新进度 那么就是在稍早的时候 北检正式给出了新闻稿 当中提到了针对这一次 柯文哲的强制处分结果 做出了最新说明 也就是柯文哲为什么会遭到深压境界呢 台北地检署指出了 在整体的调查过程当中 现在柯文哲不只是涉嫌土利 还包含了在贪污制罪条例底下的 公务员涉嫌收贿罪 这整个状况相当严重 原因就在于说现在北检 他们也确实是有掌握到柯文哲 有收贿的相关金流 不只是土利有好处这么简单而已 而带你来看到了 参务制罪条例当中里头的 公务员涉嫌收贿罪有多么严重呢 包含说这万一判下来 是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或者有可能是无期徒刑 好 带你来关注到了 今天柯文哲遇上了这样的状况 65年以来从政以来 是第一次遭到上课 原因就在于说呢 他原本申请提审 认为说检察官当庭逮捕是不合法的 但是后续呢 院方这一边是认定裁定是驳回 也就是搜索 还有这个逮捕都是合法的情况 而当他呢 在院方要被送回来 检方这边来继续复训的时候 就有针对他的双手来进行上课 是在法警的介护之下 将他送回来北检继续的来开庭 而在经过历经将近三个小时的复训之后 现在结果出炉 那么就是柯文哲确定遭到深压禁件 而且犯罪嫌疑相当重大 检方认为他有串证还有灭证之余 因此是向法院申请积押禁件 好 现在什么时候会召开积押亭呢 都是外界关注的焦点 现在检方指出了 大约是在晚间十点的时候 会将柯文哲也就是柯文哲的人 还有他的卷宗来送往院方这边 预计金鸭亭在晚间的时候就会来召开了 不过由于说我们也知道 今天求车最晚的时间大约是十一点钟 那么呢 包含了柯文哲的律师还要来阅卷 甚至是律舰 在法庭上有一些工房等等 也因此整个结果可能会拖到凌晨 甚至柯文哲他今天也预计是在北柬 要来载过一晚了 不过可以注意到的是 现在虽然随着时间越来越晚 而且柯文哲也被指出有收惠 但是在外头的小草还是越聚越多 那么再稍后有最新状况 我们将持续为您报道 以上是现场最新 东西新闻团队呢 持续是守在台北地检署 那我们不只在场内 包含在场外 我们也帮大家掌握最新及时的一个讯息 好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在场外 台北地检署外 可以看到呢 支持的群众可以说是越来越多了 那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 在过去几个小时的变化 其实整个广场啊 现在已经快要挤满人了 所以其实不只在整个台北地检署前 还包括了对面的这个人行道上 其实也非常多的支持群众也在这边 其实他们在对面呢 也不断地喊着 希望这一次北柬可以放人 不然他们就不离开 当然我们也拿着标语 包括了是程序要正义 司法要公平 相信清白 柯批加油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事实上在这个场外的一个罪行 在稍早之前 还有出现了所谓的反科人士 甚至说要对柯文哲提告 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一起听他来说 2019年的11月21号就是总统跟立委最后参选的登记日期 那我被押进去的时候并没有依法去通知我所有的任何亲属 那所以根本没有人知道我被押进去 还好在上帝的保守理下 我平安的出来 那这个过程中 那这个过程中 这些警察诬告 然后捏造不实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植物报告书 把后面的东西颠倒是非 从一开始我只是跟郭台铭打招呼 我讲了郭先生三个字 我就被压走了 好那当然可以看到事实上呢 我们在刚刚稍晚的时候 在八点钟 现在已经接近九点钟的这个时间点 你可以看到事实上在现场的这个民众党的支持者 可以说是越来越多了 那民众呢 其实也是耐着高温 因为其实现在啊 晚间算已经进到九点钟了 但是现场真的还蛮闷热了 很多人呢 都等下扇子不断地删 那当然我们刚才有问到支持者 他们也表示说啊 这一次呢 柯文哲只要不出来 他们就不会离开 那事实上如果从画面来看的话 也可以发现在刚刚接近这个八点四十分 五十分的时候呢 事实上包括了台北市警察局局长李锡和 他也亲自来到现场来看 周围警方的一个戒备 以及这个整个人力的配置的一整个状况 那我们从现场观察也可以看到 事实上在台北地检署的正前方 就一整排的警力 那除此之外呢 包含左右两侧 甚至一旁的这个巷子啊 全部都是这个警察的部署 甚至也进行相关的封路 那当然就是担心说 因为现在可以看到群众越来越多 但也担心可能会比较有这个 激动的一个行为出现 也因此他们部署了破百名的警力 到场来进行戒备 轮班戒备 那稍后呢 北检有这些状况 我们会持续来带大家来掌握 再把时间交换给朋友 而主播各位观众持续带您来关心 在台北地检署场外的最新情形 就在稍早的时候民众党党党主席柯文哲 经过了重开三个小时的侦察庭 是遭到检方生涯境界 而在北检场外也是聚集了非常多的小草们 不断的在抗议对阿伯进行喊话 要来帮阿伯加油 甚至呢 说只要阿伯不放弃 他们就不会放弃 其实呢 在稍早的时候 也有议员陈佑成 还有学姐黄静颖 他们呢 是轮流的来跟小草们喊话 凝聚大家的士气 来看一段现场的最新画面 可以看到现场有许多人 他们现在都是轮流的 在跟小草们喊话 而其实呢 在最 我们也观察到在入夜之后 小草的人数是越来越增加 其实呢 在原本的时候 在对接的人行道 也是聚集了抗议的民众 就担心会影响到 其他行人的同行 因此呢 将这些抗议民众 是往前来聚集 目前人数已经多到 是占据了一线车道 现场呢 也有摆明的警力 持续在戒备 就担心如果越晚 他们抗议的话 会有发生什么冲突 都还在戒备当中 以上是现场最新主播 好 主观众 我带你关心到 今晚最新消息 那么就是在稍早的时候 北减是将 柯文哲生压境界 原因当然 就是包含在 金华城案当中 他犯罪嫌疑重大之外 并且有串阵 灭阵以及逃亡之余 在稍早六点左右 将他深压境界 我们在现场关注到了 包含说 他的两名委任律师 律师团 震生员 还有陆正义 陆续的在晚间 大约五点多 六点多的时候 就已经离开了 台北地检署 同时呢 其中一名律师 也向北院递交了 所谓的 申请积压的 委任状 好 现在就要来 告诉观众朋友 什么是申请积压的 委任状呢 就是当检察官 当庭很可能 是已经告知了 他们的律师说呢 整体案件 很可能会积压 也因此 律师先早一步出来 针对整个工房 来进行准备 包含说 递出委任状之后 后续就要走的 就是积压庭的程序了 包含说 是要阅卷 已经要陪同开庭等等 这都是后续的 法庭上工房重点 好 不过虽然说 目前北检的电子看板 还没有显示 不过根据我们 掌握到的第一手消息 那么就是柯文哲 针对金华陈案 他是确定遭到了 声压禁见 而我们也可以看到的 在北检外 有相当多的小草聚集 现在小草真的是心碎了 不过可以注意到的是 现在呢 小草们还没有掌握到 相关讯息之外 支持者仍然是 涌入了这个北检外头 希望说能够给 阿贝最后的加油 那么呢 稍早在 稍后的时候 北检会发出正式声明 而稍后如果 激压体有最新的时间公布 我们也将持续的 带您报道 那每上现场 掌握到的最新状况 程序要正义 程序要正义 施法要方平 施法要方平 相信清白 相信清白 特替加油 特替加油 顶着三十几度高温 坐在台北地检署门口 时不时还得挥挥 手中的加油棒 小草们不怕变稻草 说什么也要力挺柯文哲 你们搜索柯文哲 移居到底在哪里 已经一整天了 让我们出来 最真实啊 帮你 清清白白 那么也得走得出来 柯文哲从三十一号凌晨 被带进地检署后 已经超过十二小时 不管磕粉还是磕黑 集结的越来越多 就连网红四叉猫 也趁这时来蹭一下 你在这边看看热闹啊 因为我刚到我也不知道 现在现场状况 我爱自拍不管哪里都行 但小草觉得不行啦 硬是抢走四叉猫的自拍棒 甚至还来着招 哎呦看看这弹跳力 灵活得很 但可惜当下没有志愿军 避免被围剿 只好先离开 然后刚刚他们跑过来抢我的直播棒 不让我这边直播 我距离他们已经一百公尺警察说 我可以安全地站在这边 这就叫现行犯啦 一定要马上逮捕的啦 他们就欺负我的女子 不然这口号真的能哭一下 土城的选择柯文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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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柯民众真的是希望他 进看守所进修一下吗 但阿伯似乎极力抗拒 因为从木可到金华城案 他都认为自己没有问题 不过事实就是 检方的选择也是柯文哲 东森新闻马恩凯隋欢 Terry报道 走进北检 柯文哲这一抹意味深长的神秘微笑 似乎想向外界传达我很好 但回顾柯文哲这波折的一天 30号一早6点20 检连就到柯文哲家按门铃 没想到迟了一个多小时 柯文哲才终于开门 7点37分检连进入搜索 这一搜就是4点5个小时 11点50分走出家门的柯文哲 把矛头指向执政党 字字句句都在替自己喊冤 被带回连政署将近12个小时后 31号凌晨12点半 柯文哲被送到北检复训 没想到才过两个多小时 柯文哲就拒绝夜间征讯 接着试图转身回家 遭到当庭逮捕 其实每一个步骤都是经过算计 我觉得这些都是在挑战 法制制度的一个层面 那也功难的是利用 整个媒体的舆论压力 要试图的掩盖 他自己的违法的一个事实 尤其不少人也质疑 柯文哲当庭被逮捕 这决定根本就是和律师 杀盘推演后的精算 让律师申请提审 寄出法律程序站 至少为柯正营 再多争取了13个小时 毕竟拉长整办过程 从星期五一路到星期六 这动员小草的力量可以逐渐累积 煽动群众 然后去进行对一个政治的斗争 然后让整个社会动荡不安 让国家不安 我觉得这是非常恶劣的事情 你自己个人作业自己个人单 如今柯文哲提审遭驳回 民众党虽发声明表示 尊重台北地院裁定 但事实上 从柯文哲不出家门的公开喊话 到走进地检的神秘微笑 一切的一切背后都有盘算 毕竟民众党面临危机存亡之际 每一步棋步步为营 东森新闻真正中心综合报导 柯文哲这回被讯问到一半 想自行离开 结果却被检察官当庭逮捕 最大关键就是因为他不满检联 明明是侦办金华城案 讯问内容却都跟木可公司有关 但检方反驳还没有证明 木可公司和金华城案完全无关 而且正要问金华城案 柯文哲却突然说太累 想要离开才会被当庭逮捕 检方就是质疑木可和金华城案 两者之间的金流有交错 资深办案人员也透露 以往在追查金流 本来就不可以只局限在一个案件 因为部分金流会包装成善款 像是捐款 甚至是个人借贷 甚至会制造断点 微经集团主席沈庆金就变称 给应小微的4740万是慈善捐款 检方怀疑会不会有其他异常款项 也是用这样的手法 用其他明目包装进入木可 再流入特定人口袋 每个环节都得追问 像这次北检动员的黑金组检察官里面 都是擅长侦办黑金洗钱的 他们在征讯的过程也不会单刀直入切入重心 而是采迂回旁敲的方式 让当事人摸不着边 不经意的就会露出底牌 尤其柯文哲又深陷新武大弊案 除了金华城案包括北市科案 低于国市场改建案 还有台志光案和南港转运站BOT案 这之中的金流更是错综复杂 柯文哲如果交代不清楚任何一个环节 就会被认定金流交代不清 将成为检察官最关键的深压理由 东森新闻黄建华蔡宇珊在台北采访不到 不回就是不回 柯文哲妻子陈佩奇戴口罩表情凝重 赶紧闪人 被当证人讯后请回 立马坐上黄珊珊 银色轿车说要回家 但没回新路的家 据了解两人是到黄珊珊系指家 但民众党始终不愿意证实 这一切看在兰移民在眼里 一点都不单纯 开谈的一定会谈嘛 而且黄珊珊这个一 木壳的钱他相对清楚 总干事 第二个黄珊珊是陈佩奇的闺蜜嘛 那第三个这个这个钱又扯到木壳 又扯到这个这个金华城 外界质疑陈佩奇讯后不回家 直奔黄珊珊家 这坐车过程两人都不会交谈吗 面对面谈了什么 检方能掌握到吗 如果检方想要调查 陈佩奇是否会串阵 恐怕也只能等待陈佩奇主动打电话 如今黄珊珊陪着陈佩奇 陈佩奇又住在黄珊珊的家中 这防火墙一射 要打破相当不容易 过去常在脸书唱所欲言的陈佩奇 现在似乎有黄珊珊能踩刹车 这条牵动柯文哲金流的大鱼 会如愿上钩吗 我觉得是一种钓鱼的手法 然后其实他们也可以直接转被告 甚至有强制处分都不为过 因为被查到不明金流 当然这个非常可能是金华城给的钱 检调难道正在上演 瓶中捉鳖戏吗 陈佩奇至关重要 就是因为柯文哲早在2015年财产申报时 就说了自己钱婚后都给陈佩奇管 从金华城案再到木科公司成立 检调也发现陈佩奇的账户资金进出有异常 这证人身份是否会转换 也是柯文哲涉必案下一个观察指标 感用政治的力量来跟检察官对抗 我认为终究是失败 如今连也证实陈佩奇下周门诊都请假 仿佛要阻断与外界联系 陈佩奇与黄珊珊的一举一动 恐怕都大大左右着柯文哲涉滩的追查方向 东西全家中心综合报道 金华城一案柯文哲是否涉及土地 最大关键在于容积率争议 就在一个月以前他曾经自己脱口这样说 你们告诉我哪个地方不合华 他说土地 我说对啦土地哪个地方不合华 合不合法减掉来一半 但的确有些地方怪怪 金华城土地原属于公三用地 容积率为300% 1991年变更为双三 容积率提到560% 但到2020年柯市府时期 透过自创都根容积奖励 让金华城获得了20%的容奖 再加上30%的容积移转 容积率从原本的560% 暴增为840% 然而都委会的执掌 不包括创设容积奖励制度的权利 过程中更疑似有市府高层交办 谁下了指导旗 柯文哲脱不了关系 这个案子根本不是都根 我们用都根的方式 而且它是个案使用 从来没有容积率可以算倍的 只有这个案子有 那这个就叫违背法律 所以又违背法律 又让别人得利 你柯文哲自己又承认 那当然就土地罪了 简连截至目前 已经传逝至少14名都尉 就是要厘清柯文 则在整个金华城案当中 是否明知违法却仍然犯法 在调查的过程当中 简邦还是会努力的去寻找 有没有对家关系 也就是说是不是拿了财团 或者是哪些私人的好处 来因此给予特殊的土地 这样子一个结果 如果有的话 那就很容易认定是 违反贪污之罪条例 柯文哲和彭震生这两位被告 如果未来的说法有出路 往往生压就是下一步 还是要看相关的市政 以及说这些证人 到底有没有全部问完了 那如果检方要以市政盘 砸这个需要一些时间 才能厘清的话 可能就会被击押 简连抽丝剥检 锁定柯文哲 如果未来贪污图利罪成立 将面临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如果涉嫌收贿 刑期又更重 这回柯文哲 嗡嗡嗡插翅也难非 东西新闻 我梦领黄元元采访报道 我今天为什么来到这里 是因为柯文哲真的 是我看过政治人物里面 最笨的那一个 我刚才认识那么多年了 如果他是一个会 收钱赚钱的人 他早就跟我提了 网红官长陈志涵戴着墨镜 下午两点多真的来到北柬 以行动力挺柯文哲 柯文哲到现在什么东西 在哪 你说是不是个陷阱 我觉得是啊 如果有什么证据赶快提出来 你压他 我认为OK没问题 不然我觉得这是个闹剧 像现场所有人喊话 自己不是民众党党员 一言一行都是个人想法 完全没有号召动员 官长认为二十几个小时过去了 检方依然拿不出证据 根本只是想摧毁民众党 你收了老半天 你收出什么东西啊 没有 他就是一个每天斗争的 你现在是觉得民众党不死 你睡不着是不是民进党 但是前一晚直播上被问到 怎么没到现场挺科 馆长还爆气怒呛粉丝 那这种事情号召本来就需要时间 所以这个东西 它有一个节奏 出兵也要有一个目的性 出发前在脸书发文 留下了两个字走了 一堆网友留言要馆长一路好走 结果过没多久就现身北检挺科 如今馆长现身北检强调不是包围 而是坚信阿伯不是坏人 要等他一身清白走出北检大门 中山新闻林玉全召一节刘贯齐 森具小组综合报道 中事件你不要讲风凉话 要赌就赌大的 如果我没有被激烂 你要不要吞曲棍球 要赌就赌大的 要赌就赌可行的 你要赌就来啊 高空弹跳你愿意吗 注视这个赌约 让民众党主席客文哲 在31号凌晨被当庭逮捕后 大批网友涌入头号科黑 立委王世坚的社群 提醒委员该买曲棍球了 而王世坚也在虽然上坦言 近期真的收到很多曲棍球的照片 喊迷音 还特别提醒网友 曲棍球不能当会客菜啦 面对进化成容积珍一火烧柯文哲 王世坚虽然没有接受媒体访问 但却在脸书上提醒大家 别忘了他可是送过 当年的柯市长这份礼物 提醒柯市长权力就像魔戒 一带上去就脱不下来 精神科学家王世坚 2021年就曾送过柯文哲魔戒 告诫他不应该迷恋权力 滥用权力 只追求权力 最后还特别写下 政治不难找回良心而已 贴文一出引发网友热议 纷纷赞叹汪世坚 真的是先知 我就送上最差市长奖 搬发最差市长奖 当作柯文哲的毕业礼物 仔细一看 那可是一尊奥斯卡小惊人 暗讽柯文哲过去八年 统统都在演戏 更是呼应了王世坚的黄金名言 骗子的生涯 终极目标 就是组成一个诈骗集团 独骗片 不如重骗片 对于柯文哲深陷一连串 进入风暴 王世坚表示 不愿对柯文哲落井下石 只是过往激烈交锋的对象 如今失势跌落神坛 科学家难免也会觉得不顺唏嘘 多创新闻 刘海远之后 进入台北报道